北京时间的6号下午 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 通过决议 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 梁祖古城遗址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 位居世界第一 梁祖古城遗址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渔航区境内 距今约5300年至4300年 根据考古发现 梁祖古城展现出了一个 在中国长江下游 环太湖流域 新石器时代拥有城市文明的 早期国家社会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 梁祖古城遗址 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 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 考古遗址的空缺 为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 提供有利的实证 我们以前一直讲 就是中华上下5000年 中华5000年文明史 但是在之前 就是国际的主流的学术界 对此还是有争议的 梁祖古城遗址 它最主要的见证价值 就是一句话的话 就是为中华5000年文明 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见证 从1936年梁祖遗址发现 到2019年 经过80多年的考古发现 人们渐渐揭开了 梁祖古城的神秘面纱 梁祖古城在5000多年前 已经具有了发达的农业手工业 营建了内城外城 考古人员在茅山遗址 发现了80多亩水稻田 在梁祖古城内出土了 30多万间碳化稻谷 同时还有大量的石梨 石莲等农业生产工具 除了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外 梁祖古城遗址内 还存在着功能复杂的 外围水利系统 它由11条坝底构成 影响面积100平方公里 距今已有5000余年 目前是中国最早的 大型水利系统 也是世界最早的 蓝红大坝系统 The most significant aspect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Liangshu site to me is that of its impact of how it rewrites history not onl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but also in world prehistory about how early humans were manipulating the landscape to that extent.